我是看你還是看Cam? 看我只好而已 看你 你好,請問你要怎麼稱呼? 我叫唐鳳 我們是哈哈台,今天要來跟你聊一些東西 請問委員平常有在看YouTube的頻道嗎? 有 你都看些什麼? 像我們Public Digital Innovation Space Pedis的頻道,就我自己的頻道 我下線了 可以再講一次嗎? Pedis.tw 那是辦公室的頻道? 對,我們辦公室叫公共數位創新空間 是上傳一些你有受訪的畫面嗎? 包含這集影片也會測台方的下面 那是您辦公室的同仁剪接的嗎? 對,就是我們的檢檔 那除了你們自己的頻道之外,有看什麼別的網紅影片嗎? 這個就比較少了 沒有在看 所以你剛才沒有看過哈哈台的影片嗎? 我現在可以看一下 好,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我很緊張耶 這邊有沒有十個人吧? 這邊最不缺的就是鏡頭 好,你可以看一下我們的影片 我看了 我們在做一些街坊的影片 對 關於一些台北市、新北市 地域方面、居民方面的一些閒談話題 一些閒談話題 對 好比像說路人的職業調查 對 或者板橋區的仙人 大安區的仙人 沒錯 您住在哪裡呢? 我住在也是大安區 也是大安區 也是大安區 那你應該要看一下我們的大安區 是這樣子嗎? 是像是你們第一集對不對? 對對對,你怎麼知道 首播 好啊,所以我現在是應該要訪問中的訪問 我應該要把這個打開來當作背景音樂 都可以看您舒服嗎? 看我舒服 好,那就來吧 OK 哈哈台地區 EP1 對 OK 好 那我們就聲音放出來嗎? 好啊 OK 好,來 台北市大安區 堪稱全台灣最富有的行政區 在這裡 The Given Laws is 3 是給我們看到的rich people Hight Place也好好 馬上提加 根據調查 平均年收入更高達172萬 大安區公司的網站更驕傲地說 生活在這裡的每一個人 都是社會的中間 魔教的主持 呃 今天 就讓哈哈台街坊帶各位來看看 大安區公民兵兄弟的學校 都在聖餐會 接著 我們在樹林裡 發現正在拍公仔的不明男子 以及後面提著水桶的阿伯 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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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就開始說了照顧竹林的故事 接著是對抗松鼠的故事 因為贏了松鼠很開心的阿伯每天來叫聲 大概是大象每天的喝水涼巴 但是阿伯也有個秘密 你太太不喜歡你還嬌水 你笑而已 總結來說 大安區都是蠻有在背後弱勢情的照片 這就是我們在拍的影片 然後暖身完畢了 我們今天其實有一個主題要來 Original 我們今天是有一個主題要來找你詢問一下 是想要問一下你的台語好不好 不太行 雖然是我第一個學的語言 但是大概到六七歲 至少上小學的時候 因為當時的教育的關係 因為當時還沒有二十幾種國家語言 只有一種 所以後來都不太會講台語了 那你有什麼會講的台語嗎 就是還記得的 他比較我自己的名字吧 怎麼唸呢 應該是東宏 東宏 會有人這樣叫你嗎 會啊 父母 或者朋友啊 朋友會叫你東宏 那你有辦法 那你有辦法就是用台語 跟我們稍微自我介紹一下 你的名字工作這樣 大家好我是東宏 然後呢 工作興趣之類的都可以 我是在開放原始的這個分散小婆 對 是一個人 開放原始嗎 對 開放分散小婆 開發分散式的帳簿 哦 數字簿嘛 還是要說小職 小職 其實我都聽不懂 總之工作是開放原始嘛 對 然後目前是致力於在開發分散式的帳本 那是什麼樣的東西 就是俗稱區塊鏈的東西 俗稱區塊鏈的東西 我們昨天有學區塊鏈的台語 怎麼說 Kuren 或者是老師說可以直接講英文 叫blockchain OK 對 是台語老師教我們的啦 OK 原來英語都算是台語就是 好那沒有問題 因為他說有時候有部分是會英語的 OK 對 那平常有誰會跟你講 什麼什麼情況之下會講到台語嗎 好比像說像剛剛講的 就是我開發社群的一些朋友嘛 好 他不像說一個叫做林家英格斯 他就是一個叫做 idai.tw的這個網站開發者 那他也有上過公視台語台來講 就是他做一個大家都可以編輯的台語的字典 就這樣一個故事 那雖然我不太會講台語 但是因為他會提到說 欸是我當時寫了一封信給他 他才開始知道說有開放原始嗎 等等的這些事情 所以他就會就是會叫我 本來比較客氣是叫那個東宏 但是後來都直接叫那個阿宏 阿宏 所以你有自己去上去使用愛台語這個網站過嗎 因為是我幫忙架生 那你第一個查詢的台語字是什麼 應該是寶可夢 寶可夢 對 所以你現在還記得怎麼念嗎 他們愛台語的那個特色就是 任何人都可以看到任何一個詞 然後就直接去建議應該要怎麼樣子講 所以光是寶可夢就有很多種講法 我記得的應該是 Lataya怪獸 口袋怪獸的概念 對對對 但是有人是翻成這個 Lataya怪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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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kemon 等於有人翻成Pokemon Poke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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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 上面就是有很多人可以共同去編輯這些念法 對 對 那我們是 因為我們這一次的計畫是要 就是 了解一些新興的金融詞彙 比如說像你剛剛說什麼區塊鏈 對 這些金融詞彙有沒有一些台語可以來把它說出來 對 那我們在愛台語上面也找得到嗎 可以找得到 像剛剛 對 像剛剛那個 就是帳本 我就是在愛台語上面直接找帳本 然後它就直接會出現三個翻譯 那它的好處是說如果你覺得這個翻譯不是很好的話 那你可以去按這個download 就是說這樣子講很奇怪 那如果你覺得這個翻譯很好的話你可以按這個按個好 所以像那個 數字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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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都是就是 就是不同的字典那邊來的這樣 所以你覺得棒的話就可以按個讚 對對對 那你如果覺得翻譯很奇怪就按一個不讚 按一個不讚 所以 那你可以幫我們找一下 比如說我們有很多想要了解的 像是虛擬貨幣 虛擬貨幣 就是剛剛那個區塊鏈 對 虛擬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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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說應該叫做 漢洪的 會 會 漢洪就是虛擬啊 就是空環防制的 漢洪 漢洪的會幣 漢洪的會幣 虛擬貨幣 那 可以查物聯網嗎 可以啊 可以啊 那就是 萬物的聯網 萬物的聯網 萬物網路 萬物 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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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難念的 所以這個如果不好念的話我可以按 你現在不讚然後你自己再加一個更好的 所以我阿嬤也可以在上面新增 大家都可以啊 大家都可以 像剛才的那個寶可夢裡面的前幾個就非常多人 就是說 好比像說 剛剛那個有一個叫妙娃種子嗎 台東阿水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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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大家覺得最不ok的 那 對 四腳水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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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就是大家覺得比較ok 我覺得那個很多手機的阿伯可能會需要這個 是齁 所以他可以用台語認識一些寶可夢 是 那因為我們就是想要透過這個計畫找出 有那些沒有比較沒有台語去念的那些名詞 比如像我們剛剛講的區塊鏈這些 然後找出這些名詞之後 就是想要 就是知道它正確的念法 然後讓大家以後都有辦法念這個 那 不過 區塊鏈本來也不是一個中文詞 那也是翻譯過來的 對 所以好像沒有什麼正確的念法可以 哇計畫失敗 計畫直接結束 對啊 因為我們就是想說有一些長輩他可能 想要接觸這些金融心質 但是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台語的話 他就沒有辦法去理解那麼快 我知道啊 但是像我自己就都是說分散帳本 就是不會用區塊鏈三個字 我就覺得說區塊鏈就不是一個正確的翻譯 對 所以我覺得每一個原文的詞彙 或者新興的概念 我覺得本來在中文上就已經有很多種不同的翻譯了 那所以 所以有一個一定正確的 我覺得不容易 所以比較難用台語有一個單一覺得很正確的東西 所以現在漢語也沒有一個正確的翻譯 光是剛才你講的那個 Internet of Science 其實就有很多種翻譯 所以它上面才會有這麼多不同的念法 對對對 就像一個寶可夢也是有非常多種念法 嗯 嗯 那我們就直接叫客戶書物再考了 哈哈哈哈 對 好 其實我們要會人的互換 應該是說我們因為有一些詞彙是找不到 在上面可能找不到台語可以讓他參考的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從 將這些金融資會 還沒有台語發音的 對 給他一些參考的發音 然後讓他可以去透過台語的這個發音去理解說 喔這個字 他的意思是什麼 我理解啊 但這個就是IdaE一直在網站做的事情 對 我們就是要買一些還沒有被定義的台語 我理解 我理解 所以就是很歡迎直接拋棄到主張圈 貢獻到 我們IdaE.T他不要 雖然他也不會講 但是很願意就是貢獻就是新的詞彙 因為它分成三個部分 一個是說你如果有一個漢語的字 你不知道怎麼講你就key進去 key進去如果就是完全 完全都沒有人知道該怎麼講的話 那你有一個 他有一個叫做我很會的這一區 對 那就是都沒有人給翻譯的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自己錄一段 或者key一段 那你key的時候可以使用 就是類似像 就是用漢字的音來標台語 然後不是很準的拼法 就不太正規的拼法啦 或者是錄音 那然後他們也有另外一個叫做正規化的團隊 會幫忙把那個變成正確的台樓 那有了台樓之後 其實我剛才那些例子裡面都是機械合成 發音出來 因為你給他台樓 他當然就可以合成出發音來 那所以他的順序就是說 先去提出新詞彙 然後再提出可能的翻譯或念法 但不一定很正規 然後正規的話再來進行工作 那正規化小組裡面都有一些成員 你有認識嗎 有啊 但目前正規化的貢獻比較多的就是Liz 那然後接下來還有KKH 艷智文傑等人 這個有些當然是化名了 不過他們大概都在G0V的那個IdaE這個頻道上面 Join.G0V.TW 然後警號ITAI GI 所以他們都是樂於為台語奉獻的人嗎 當然 這個是非營利的網站 當然 當然大家都是拋棄掉 所以在安全 你還有什麼問題要問 好 不好意思 我是RJ 一直有人參加節目 對 他們很多問題 不好意思 其實我們在做這個計畫的時候 我們是有合作了一個 應該是說我們有去調了一些資料 我們打算例如像我們打算蒐集 2016到2019年的某些刊物 無論是紙本的或是電子上的刊物 我們都希望可以收集它裡面的金融詞彙 來可能再去分析它 去找出它有哪些金融詞彙是可以被翻譯成它 我們希望從最基本的這樣的開始 那其實我們在面對這樣 那麼大數據的資料庫的時候 也在思考說 有沒有 我們除了人肉這樣看之外 也在思考說有沒有其他的方法 是可以更快的把這些金融詞彙抓出來 然後彙整出來 同時我們在進入到下一步去定義它的 對 我們想知道有沒有 例如科技面上 什麼樣的工具可以使用 這是您可以建議給我們的嗎 代送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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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對 其實像愛德里就是蠻好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因為它是先把現有的 太譽的各種詞典都先匯入 那匯入之後 有缺漏 就像你剛剛講 心情詞彙的地方 那它是讓就是群眾去投票 那等於像類似Urban Dictionary 等等那種概念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編輯了一個字典 所以當然就是你一個人給一個看 可能要看上百個詞條 可是如果有一百多個人看的話 每個人平均看一兩個的話 就是大家投票 比較好的翻譯就比較容易浮上來了 所以這是一個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因為新興的詞彙 它可能原本根本不是漢語 它是英語過來的 那所以也有一些朋友會去看說 那這樣子的一個新興的詞彙 是不是我們就不需要從漢語翻 我們可以從它的意思 或者是從它的概念翻 那其實像剛剛那個 那一對寶可夢就是很好例子 你翻面要挖種子的時候 不一定要提到種子 確實是如此 那如果硬去把種子翻起來 反而很奇怪 是 所以他們會有固定 就是update 一些新的詞到裡面去 對 它就是它的首頁 就是才剛有人問的詞 所以還不想說 最近有人問的叫 秋絲剝繭 秋絲剝繭 可以怎麼講 也可以拿人吧 秋絲剝繭 好 真的 有一個叫做 碗瓜直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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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看完直聽不懂 就是如此 所以就是說 任何人只要看到一段新的文章 他覺得裡面 有哪些詞 我真的不知道他怎麼講 那就是粉絲鑫 丟上來再說 那就会有一些职工一直看着这些烧汤汤的太义新词 然后试着想出什么解决方法 它变成一个不是好像一个人就是闷着头做 就是大家可以分享的 因为每个新的词都有它的网址 所以你就可以贴到社团等等 然后再一起来想 所以是靠一般的人有疑问才主动上传 对对对 那这部分是参与门槛最低 那第二部分是参与门槛比较高 就是想到太义怎么讲比较对 那第三部分正规话 当然你要对太义有疑惊 了解 应该是这样说 又多一个人来 大家很放弃 没有啦其实我们是一个算是一个计划 就是因为我们的那个 我就讲了白一点 就是授权我们做这件事情的人 其实是比较跟银行跟金控有关的 那我们这个计划是希望说在这个领域上 其实这几年有很多的新词出现 就像你刚刚讲的未必是 有些可能连和华文的翻译也都不一定莫重一次 这样那我们想要收集一些 比较说像是在这个领域上帮台语更新 因为其实很多词台语是根本是像 像昨天我们去访问那个台语教授 他就觉得说这个为什么要把翻出来呢 他可能在台语的传统的使用上他是不需要的 所以我们发现了这个现象之后就想说 所以我刚刚说不要照字犯的意思 对所以我们发现了这个现象之后 我们就发了一个圆 就是想说到底还有多少这样子的词 就是这几年来新增的华文可能有了 英文概念可能有很普遍的 可是在台语界其实根本还没有一个念法 或者是甚至如果是台语的native speaker的话 我觉得是对他们来说是比较又更远这样 所以我们发了一个圆做一个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其实最核心的一个可能会用到 跟科技最有关系的地方是 那我们要如何在这些浩瀚的 譬如说像刚刚你有讲 就是一个这是一个共创的一个爱台语 其实我们有发现这个网站 然后我们去其实我们查 我们丢了很多新的词 其实也都找不到 就是可能像刚刚像虚拟货币 就必须虚拟跟货币分开 因为它不是虚拟货币单一的概念 但虚拟是有的嘛 货币是有的 那所以说不定啊 说不定对台语老师来说 他会有一个新的想法 他未必是把这两个加在一起 所以我们在想说 我们可能会搜罗一些 我们发愿是希望可以找到全部 对 所以就会想说 那我们要怎么找到 譬如说这十年间 在这个金融领域里面 新增的这些词 我叫它trendy word好了 那我要怎么样 从所有的浩瀚的资料中 去搜集到这些还没有定义的新词呢 然后第一个脑中想到 我说那何不 问唐峰呢 对 所以你们现在打算怎么做 你要跑一个什么演算法 TFIDF 什么是TFIDF 又下线了 还是我们再讲一下我们 是我们比较浅薄的做法 就是我们目前啊 就是收集了那个客人的一些 譬如说年鉴啊 合约啊 月刊啊 刊物等等 或者是金融的杂志 然后呢 我们就把它用 那个叫什么辨识啊 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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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把它 那个变成词之后呢 去 目前我们是比对的是一个 教育部的词典的资料库这样 但是教育部 就是教育部台语词典 但教育部台语词典 资料库其实满 满少的 因为它的 它是最严格的一个 对它是最严格 它就在好像至少三分字典里 它才会收 对对对对对 那AIDAE的话是任何一本就收 对对 所以在想说 有没有可能 有什么方式 是比如说 我们可以快速的吧 就如果我们用 那个 辨识出了很多词 然后大量的 丢到 比如说AIDAE 或者是 其实有个案叫 垂台E 垂台E 它串人大概八准 也是一个 对没错 那不知道有没有 不知道有什么方法 可以帮助快速的 就是去搜出一些 这样子的 词汇 如果我们用 这样的方法的话 那当然我们觉得 这样的方法好像有点 就是因为这个 非科技 离科技很远的人都想出来的话 那是不是 唐凤会有更好的方法 或者是 你对这样子 你刚刚是说 你要从纸本以前做扫描 然后再做文字辨识 这样 但是你又讲的是最近的刊物 那表示它本来 应该有电子版吧 有些有电子版 你就会直接丢进去 这样子 其实就是它也在我们的塑子里面 嗯嗯嗯嗯 那不知道 你对这样子的 算是研究方法吗 或者是 收集过程 有没有什么指教啊 或者是说 如果是你的话 你可以这样做 不过你刚刚讲的 其实是两件事情嘛 一个是说 新兴的词汇 把它调出来 对 另外一个你讲的是说 要把这些新兴的词汇 就是想办法找到台语翻译 这是两回事了 对 现在是第一回事 因为第二回事 也召集了一些台语的专家 对 包括YouTuber 主播以及教授 是 你在联络这些人 然后请说 我们如果 请他们帮我们把这些词 用他们的专业来 对 化成台语 因为就像我所理解的 有些直翻 其实并不一定那么适合 那最后也是希望这些贡献 就是这些result 可以譬如说 让 譬如说 爱单译 应该我们会 新增上去 填补上去 或者是说 垂单译的这个app 线上的 他串着自己的 线上的台语词典 如果他们愿意收入的话 应该就是功德一件 所以第二part的部分 就不一定是你们自己做 是我们 这是我们愿的第二部分 但是这个部分可能就是人力 就是人力的苦工 因为我们希望是 比较精准一点 那第一部分就是如何找到 所以今天来拜访 比较是想要知道 这个部分有什么 对 你的第一部分 因为你刚刚讲的是 你想要把所有的 新兴的金融的词汇 先不管他有没有台语 先找到 但是这个他就是找到的目标 是为了要把它翻成台语 所以他不像如果有一个新的词汇 叫做 他不像说 ICU 那ICU你的想法是怎么样 它是新兴词汇 可是他没有被翻成汉语 那你还是要翻 还是你就不翻了 他如果是ICU就叫ICU 5G就叫5G GDPR就叫GDPR 我还回答不出来 是这样吗 因为我不知道ICU是什么 OK 你不知道ICU是什么 好的 那就是 ICU当然如果一定要翻译 叫做首次代币发行 就是在区块链上面去进行 群众移资的一个方法 这样子 那就是有点像IPO 证券界的IPO 然后变成区块链上面的一个做法 那所以像我们平常讲IPO 好像也就是直接讲IPO 那所以这个时候是 就是说我要讲的是说 因为他英文尤其是像这种缩写 他一定硬要展开是可以用韩语讲 但是我们实际上实误在讲的时候 没有用韩语讲 我们都是说你的IP位置 没有人问说你的网级网路协定位置 对那这个时候你要印翻那个网级网路协定到台语吗 还是说如果他平常在用的时候 其实也没有翻成 汉语就算了 所以这就是我觉得我们的想法 是他可能已经出现在汉语 他可能已经出现在汉语的一些 譬如说起刊网站 或者是相关的文本中 至少他可能 我确定就是他没有那么的专业或心 我可以这样讲吗 对嘛所以就是说如果他心到我们 连汉语的使用者都不翻 或者是他难翻到汉语的使用者都不翻 你们就放弃掉 对这可能会是第二季的内容 第二季的内容 那现阶段就是法德院的第一阶段是 至少我们可能 譬如说新创建会讲的是花旗 那难道我们就直接呼唯提吗 难道是这样子吗 那我觉得是第一阶段可能还是比较 可能在华语有些领域的人是耳熟能详 可能爱语因为他比较是共创的 那不知道台语老师们会怎么定义他们 那所以我觉得第一阶段是希望在资料海中 挑到我们要的 比较适合是譬如说新创或金融领域的新词 对嘛所以新词的意思就是像孵化器 在某一年以前没有人用这三个字 对 然后某一年之后大家都开始用这三个字 对 那但是这样的话就跟你刚刚讲说 你要把每一个这个领域的新词都找到 势必就不太可能 每一个我想应该是不可能 OK好 那OK理解喔 好 那所以这样子大概具体的建议大概几个 一个是说我们可以去 你刚刚定义的那个时间续吧 就是说某一年的搜寻热度 好比我说台湾的2004年到现在的搜寻热度的话 会发现说其实孵化器这个词已经红蛮久了 对 它在2005年就已经是其实搜寻的最高峰 对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你还是要有一个很明确的年份 如果没有的话就 近10年 近10年 所以孵化器就不在里面了 近20年 这个要先想清楚 因为你的下的条件 会决定你最后拿出来的那个词评的量 那如果你是近20年 那几乎就是全部都在里面 那当然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是说你拿一本专业的词典 或者是一本比较最近才编的词典 去跟一个比较年纪的词典 去相比 去看说这个比较新的或比较专业的词典 好比像说我们在就是国家教育研究院 就有一个国家学院双语词汇学书名词记词书的资讯网 它是terms.naer.edu.tw 那所以如果在那边打区块链的话 事实上是找得到的 而且它的区块链还会有各种不同的 因为它是中英两个双语的了 所以如果现在打区块链的话 它有很多区块链区块链区块链区块折肌区块压伸区块加密区块对角化 那我们就看区块链 那区块链它就会说在电机工程 电子工程都是区块链 但是在电子计算机领域的话 那它可能还出现在 好比像说我刚讲分散式分类账技术 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 DLT也有人把它翻成区块链 这样就把它另外一个可能的英文来源找到了 那又或者像说它因为是这个群文简索 它会找到说在密码的区块链接里面 叫做Cypher blockchain 这个当然就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blockchain 可是它在密码学里面也有blockchain 这两个字同时出现的时候 那这个是很适合告诉议者说 不要往这个方向翻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它这边都有它的出处跟它的学术领域 而且它会告诉你说它事实上是看了哪些就是字典 那它有一个审议会嘛 那所以你就是到国教医院的双立词汇修实名书词书词书 你把我刚才讲的就是包含计算机领域的名词啊 或者是你刚刚讲到金融啊 或等等这些名词的那一个词书拿出来 然后拿起来之后首先看它是几年之后加的嘛 你才放上去 然后把那个去跟那一年之前的字典比对 如果那一年之前的字典已经有了 它比方说重编过于词典 在那一年以前就已经有了 你就把它筛掉 因为表示是你定的那年份之前就已经通用到 会收入到字典的字 那这两个加起来 你就有本来它出现的英语的词汇 以及它的是哪一个领域的新词 那可以证明说那一年以前没有的 那这个大概就是你可以一开始出业第一批吧 就是说先用就是字典的部分先开始 因为至少这样子它对应到的那个语义 就是它相当于这些英文概念 或者不相当于哪些英文概念 这个在郭教育这边是就已经有了 那你如果是用就是刚刚讲的词评分析的技术去抓的话 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说 你确实看到一个新词也有人用 可那个词用是没有定义的 因为就是几个人好像就开始用这个词 好比方说我用增幅来讲empower 这个就是我这样子讲 那别人empower都是翻成什么配力啊 增能啊什么之类的 那所以如果你看到说某一个时间点之后 在你的来源里面 大家都开始用增幅这个字 那那其实是就是它事实上不是一个新词嘛 它是一个旧的词的新的用法 那这个时候如果用你刚刚的那个做法 其实它就会变成它会对应到旧的那个意思去 那然后台语老师就要看到旧的意思 它反而犯错 对所以所以我会建议说就是用刚刚讲的 就先用一个新的词典 或者一个一直在更新的词典里面写的部分 去比对旧的词典这样 有解答到您吗 理论上这可能是一个理论上可惜的方法 我觉得我们可能会朝这个方式进我们的能力去做做看 那也可以直接跟那个审议会联络 审议会 对就是国家教育研究院的就是审阅修订议定 各类学术领域专有名词的小组 叫做学术名词审议会 那因为你在讲的是就是计算机科学 或者是计量学图书馆学奠基等等的这些工程名词 金融工程应该是一种工程吧 那所以他们是一直都有这样子一个小组 那这个小组还不像说刚刚讲的电机电子咨询工程 目前就是由我们杨维辰老师着急 那这些大概都可以透过国家园联络到 谢谢 林总 还有人要堆下来吗 还有第五位朋友 解释得很清楚 解释得很清楚 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办法 我们会尽力不做到 嗯 思想问你有爬虫分心吗 有第五位吧 行行行 也是有准备工程师 对对对对 但刚刚听完鬼也讲 这一段我们感觉好像是不需要工程师 我原本的技术是 我原本的技术是 我用一个程式去监听一个 一个治疗架 那他们去扫描 或者是他们从网路上 去放任何东西到那个治疗架下 我就会把它抓出来 然后如果是图片的话 他就会做文字辨识 然后文字辨识网的字串 因为一般程式没有办法判断出 他是名词动词还是冠词 还是形容词那些 所以我就用了一个叫自然语言辨识法 把他的那个名词那些都抓出来之后 然后再去比对他的那个 那个 那个 是行政院 教育部的 教育部的那个明朗语词典 判断出 他没有那个台语 然后再把它列出来 最后结果就是 他这些行容词 名词、贯词 他是没有台语的 对 那这件事就是我要做 那你刚刚讲的那些东西就是说 那因为我要做一个是自动化的一个层次 那他有 那个任何的 层次是可以让我API或让我call 就是那边去比对这个资料 可以啊可以啊就是 国教院他的就是双语词汇网有个下载专区 那你直接到下载专区 应该就可以直接整本整本的下载下来 这是比较简单的 那这样就结果了 哈哈哈 对 对 那那IdaE也是有API 对 所以就欢迎就是到刚刚讲的那个 就是join.gdmi.tw 那我们找的是IdaE吧 那是催代E 那是催代E 所以像刚刚讲的电子计算机名词 它就是有一个压缩档 那你按这个压缩档 它就整包帮你压缩好这个放下来 对只是说因为它没有特别去分它收入的年份 所以我刚才说你可能要多一个pass 就是不管你是透过像google trend这种外部的服务 或者是说你用不同年份的来源去做词评分析 或者是比较偷懒的做法 就是你找好比像说重评过于词典 某一个年份之前的重评过于词典 反正那边有收的就不叫新词 对之类那大概都可以省很多力气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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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边就好陪你 好 还有其他朋友要聊 你让人有问题吗 有 如果有问题都解释的话 最后就请休 请休 请休 嗯 你那个问题有什么问题 什么问题 嗯 唐凤 因为有一些我们的网友啊 就是常常会在我们影片下方的留言说 我长得跟你很像 是 然后最近上了一支影片 就是大概有十则留言里面有三个人说 欸你们是请唐凤来当嘉宾吗 不然就是唐凤也下台南去吃美食啊 对 想问唐凤有没有被人家说过很像 某一个人 嗯 有啊 我那个脸书目前的那个就是头贴刚换上的时候 很多人说很像娜娜丽莎 不过也就是那是一个作品啊 严格来讲 不是一个人 但是对 那这样像我好像变得很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像你是我的荣幸 谢谢 谢谢 那我等一下可以跟你拍照吗 可以啊 我们是从头到尾都在录影吧 好像也是齁 谢谢 好 没有问题了齁 这个问题是唐凤愿愿意为我们录一段推广这个YouTube Channel的ID吗 OK 所以是哪一个刚刚讲那一个吗 还是哈哈 不是 是不是很神秘的 还没有曝光过我的YouTube Channel 真的 对 那这个节目还是 这个我们现在录制的内容 或是这个Channel的首发的节目 嗯哼嗯哼 OK 那你可能都在 所以这个Channel的名称你下面要跟我讲 但是我要推广它 不行我会跟你讲 这个蛮有挑战性 哈哈哈哈 好 那我可以跟你讲 所以你知道了 现在就你知道了 所以他等下录的时候我们要回避 没有你们当然都知道了 现在这个房间里面都知道 哦是这样 就是这个Channel叫做这国太好看 嗯哼 国泰的国泰 对 这国太好看 所以 这边这位是我们的创意其实 谢谢 你希望唐凤怎么为我们念那个推广诗 嗯哼 请 就是那个什么 就是这个小铃铛 哦 他是不是可以分享 这个小铃铛 大家好我是唐凤 嗯 大家记得到这国太好看 按赞订阅加 哎哎按赞 分享 按赞 分享 按赞 按赞 加小铃铛哦 再重复一次 大家好我是 按赞就是订阅吧 对 只要跳一个讲吧 还是订阅跟按赞是两个动作 是 按赞是按赞订阅是订阅是两个 对嘛 所以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是四个动作 对 是四个 好 谢谢 我不要做youtuber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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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看哪一集 这一集 ok 好嘞 大家好 我是唐凤 如果你喜欢 这国太好看的影片的话 欢迎按赞 分享 订阅加上开启小铃铛 好 想开启小铃铛 想开启小铃铛 好 如果也是我的掌声 好 好 还有其他 还有任何要求吗 哈哈 哈哈 那个 那个 这位帅哥想要跟你合影 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 可以有全部一起的合影 跟单独的合影 好 可以啊 ok 好啊 好啊 那就卡啰 ok 好 谢谢大家